直接特招蓋一爐 ban 扣八千 不對扣八百 哈哈連續跳三隻 但我們這邊直接發動夢魘秀 哎剛好運氣很好抓到十字轉身 ban 然後再開十字轉身再抓回來 直接先攻一回殺看到沒這就是 方界一回殺 哈嘍大家好我是阿慶 今天要來介紹們 方界一回殺的牌組啦 好那這個因為有慶粉一直叫我介紹 這個方界的一回殺的牌組 不那其實這個 牌組我有研究過 哦我有一個粉絲叫做鋼哥 他很喜歡玩方界 的牌組就是方界的燒血流哦 不過他組的那一套比較偏實戰的 就是他沒有辦法一回殺 他就是放很多那個 風箏機人啊 還有龍炎魔神 還有魚粒子球來防禦 然後慢慢的把對方燒死哦 不過他那套太慢了 阿慶今天介紹的這套是可以一回合 直接把對方燒死哦 不過這個牌組不是我組的是 日本的實況主 日本實況主組的 我就給他參考一下哦 那 另外一個實戰的主法呢 就大家可以去看那個 呃掉粉專家 的頻道 對有一個慶粉叫掉粉專家 然後後面 兩個 那個注音哦好像叫 雞哥哦 對 那他的頻道很多這個方界的燒血 的影片我覺得都還不錯 而且我也是看他一直玩之後 我就也有點想玩這個牌組 蠻有趣的 那今天介紹這一套就是 呃方界地疾風 哦主要是靠方界地疾風 蓋伊汝這一張卡片來燒血 啊他只要特招出來就可以 就可以扣對方的傷害哦 直接扣八千 那我們靠著 把方界葉堆目哦 方界堆目就可以檢索 海族的方界卡片哦 然後方界法堆目的話可以 回收墓地的方界 的怪獸 然後靠著流星方界 汽笛閘 哦一開始靠這張召喚 然後來堆目哦 我們把方界葉堆目的話 就可以直接從牌組拉 這個方界地疾風蓋伊汝哦 那我們這一套就是靠著這個 光之援軍還有太陽能轉換 快速堆目 啊堆目之後我們就可以來檢索哦 然後再用職者轉身 總共呢可以讓我們的 方界地疾風蓋伊汝特招出來五次哦 運氣好可以直接一回殺哦 那因為這一套他的成功率比較低一點 所以我準備了五場回放哦 直接放給大家看哦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吧 ok 哦那來看第一場 ok 好 那我們來看第一場是先攻哦 好 那這一場起手還不錯 我們直接發光之援軍 堆三張抽一張好 那這邊方界葉直接檢索方 流星方界 流星方界交換出來 然後再把方界葉送到墓地 那我們可以再檢索 直接檢索 蓋伊汝哦 好 然後我這邊開始的轉身 把蓋伊汝回收 然後我把方界法堆進去哦 因為等一下還要再回收 然後繼續綠牌 他光到少女送去墓地的時候 他會在 從牌組堆木哦 會堆一張哦 好 那我們這邊直接特招蓋伊汝 ban 扣八千 對不對扣八百 哈哈 連續跳三隻 banbanban 好使用十者轉身 再抓回來 好 這時候方界葉再檢索一張 然後我們這邊直接發動夢魘秀 哎剛好運氣很好 抓到十者轉身 ban 然後再開十者轉身 再抓回來 直接先攻一回殺 看到沒這就是 方界一回殺哇 太爽了 對這一套就是這麼的靠賽哦 如果 有時候運氣好 我們這個技能有抓到十者轉身 就可以一回殺 好 那我們來看第二場 ok 那我為了錄這五場了 也算是花蠻 多時間 我應該也輸蠻多次的哦 很多起手不好就 直接投降哦 好這樣後攻哦 那這五場也有幾場蠻有趣的 我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好來第二場 那其實這個洗手蠻爛的 所以 就直接結束啊 哦因為我們什麼事也不能做 啊對方召喚光盜召喚師 直接打過來 感覺我們運氣不錯 他沒有直接展開哦 好 那我們這邊直接發動光之援軍 丟三張抽一張 好 那方界也直接檢索 那我們剛剛有堆了兩張方界 所以還可以再檢索一次哦 好 ok 直接特招蓋一弩 炸一波 好再炸 ok 再炸 來放石頭轉身 回收蓋一弩 ok 來方界法再回收一張蓋一弩 再特招 ban 再來 下去 就是這麼簡單哦 一回撒就是這麼爽哦 不過這套說真的還是 算有一點小貴了 沒有到很貴小小貴而已啊 還不錯哦 蠻有趣的 好我們來看第三場 ok 第三場 鬼柳經界啊 那我前面兩場都是 算都是一回殺哦 運氣都不錯 好 那這一場是 仙公太陽能轉換 好 運氣不錯 對到方界法跟方界也來 這邊直接檢索 流星方界氣體雜 然後召喚哦 堆堆放界葉 方界再檢索來 這邊 這邊我 我就 水嗯 我就沒辦法抓蓋一弩 因為應該 有一隻蓋一弩在墓地哦 所以我剛就沒辦法減索蓋 好方界法把墓地的一張蓋一弩回收 好來再特招 哎 好使用實者轉身 來 再回收 哦那我們這邊夢魘秀要抓到 實著轉身 才會贏 結果他沒有抓到 所以我這邊就沒有辦法一回殺 如果我 剛好夢魘秀抓到實著轉身的話 我就可以再回收蓋一弩 特招出來再炸 非常的可惜哦 哦 不過這一場我們算是 呃 算蠻有趣的哦 我們等一下召喚這個 流星方界汽笛雜 哦好 那我們先使用光之援軍來 堆木 我們先來堆木 剛好運氣好堆到了 一個 方界法哦 所以我們可以回收墓地的 方界的怪獸 好 我們這邊召喚 輪星方的汽笛雜 結果我們根本沒有要發效果 對方直接要 康我們效果哦 所以他效果已經用完了 我們直接特招該弩 給予他最後一集 好 他這邊開聖槍也沒有用 直接被我們炸死了 真的是一個非常 可愛的玩家哦 直接被我們打爆 哈哈 這一場我覺得 蠻好笑的 好 好我們看一下第四場 第四場也 也是超級好笑 這一場我真的是快笑死哦 超厲害的 他起手超爛的 不過我真的 要被對方給笑死哦 好對方是元素軍刀 然後他這邊直接阿萊斯特 然後他剛剛抓水的哦 代表說還要直接 水招定場哦 我們就給他水招定場 好召喚魔術 哦 水招直接定場 ok 那水招開場 端出來非常強哦 因為通常都打不過 好 只蓋了一張牌 不知道是什麼 來我們運氣啊 抽到光之援軍 直接抓米奈魯吧 好太陽能轉換 再抽二丟二 好 好直接抓到 吃了轉身 然後我這邊應該是 把 哦 把這個流星放箭抓上來哦 然後順便對方戒業 再來檢索 好 非常爽哦 來這邊發動 方戒業 結果 對方發動 壞不行的噩夢 直接扣一圈 把我炸掉 順便把我堆木哦 來我這邊再發動一張 對方又扣一圈 又把我們炸掉 然後我這邊就玩 就玩開了 再發動方戒法 對方又扣一圈 再把我炸掉 哇 免費幫我堆木 還免費幫我扣血 超爽的 然後我這邊直接召喚流星放箭 再堆木 好 然後方戒法回收墓地 的 蓋伊汝 直接特招 BAM 再來 按遊戲 直接幫我扣三千哦 我只要炸兩次 你就死了 超爽的 這場真的太好笑了 哇 竟然遇到 這個對手 他應該 早就知道說我是一個燒血流 居然還吃三千 直接哇 讓我爽爽 一回殺哦 太好笑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場吧 ok 最後一場遇到伊西斯哦 好 那 我是後宮 ok 那我們這個起手也 蠻爛的 不過對方是一個天氣的牌組哦 好 那我們這邊 召喚流星方劍 來直接堆方劍葉啊 方劍葉在墓地可以檢索 我們直接抓蓋伊汝 好 啊他直接除外我們的手牌 讓我們抽一張 那剛好抽到太陽能轉換 我們這邊就來抽牌哦 好 那我們被除外了 蓋伊汝還蠻衰的哦 不然我們 如果手上 照理來說 我們現在手上應該是三張蓋伊汝 比較容易可以回殺 那剩兩張就真的有點難打哦 然後我們這邊再回收一張 然後就 少扣八百哦 但是我們可以直接攻擊 哎 夢彥秀哦 夢彥秀抓到了這個 呃 光智元君沒有屁用 來 我使得轉身 直接要把蓋伊汝抓回來 然後特招扣八百 然後我這邊直接攻擊就贏了 那對方應該是想說哎 他另外一招後台沒有用 所以一樣 會被我們以為是好 所以最後對方就投降了 那 呃 這一套真的是比較 比較 比較靠運氣一點啊 那我記得我有存 另外一個實戰的牌組 那 算原本算比較雜了 那我稍微給他 呃縮減了一下 其實可以放更多的後台哦 例如 例如這個煉獄線坑啊 還有什麼 做魂甲面都可以放一放 就是一些自閉的卡片放一放 然後靠著黑暗遊戲 一直扣血 這套其實也蠻好玩的 但是就 比較 你就沒辦法一回殺 比較偏實戰型的 那大家可以去 照著這一套去改哦 我覺得實戰玩這一套會比較好 那剛剛那一套就是算比較娛樂的 就是成功率也沒有很高 但是可以一回殺哦 那 喜歡這兩套的朋友都可以去嘗試一下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今天阿七的影片幫我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千萬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 讓我們提供上六點不一定會發布影片 各位親分 我們明天見 記得哦 別告訴我今天女人節 我的心意他的高落線 沒有你的畫面 想說在腦裡面一直不會變